全球每年有超过1000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 这相当于每分钟就扔掉一垃圾车的塑料垃圾 平均每人每天会吃进肚子里大约有5克左右的塑料威力 简单来说相当于每周会吃进肚子里一张信用卡 我们的海洋,我们的责任 人类需要节制和努力去保护这个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 大家好,今天我要讨论的是关于地球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海洋 如大家所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海洋的呐喊 但是关于什么是海洋的呐喊,我们先保留这个问题 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叫周子慕,是北京长安凯文学校的一名八年级学生 我这次的主题有关于海洋的生态环境 这也是我一直在关注的方向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蓝色也是大海的颜色,代表着捷径 但是这几年大海似乎变得越来越灰暗了 人类需要节制和努力去保护这个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 我的分享一共有四个部分 分别是庞大的海洋垃圾 海洋垃圾带来的影响 海洋的重要性和减少垃圾污染 现在屏幕上有一个庞大的数字 大家可以先猜一下这代表着什么 答案是死于海洋垃圾的动物数量 一共有一亿只动物曾经死于海洋垃圾 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数据 那么到底什么是海洋垃圾呢 人类又制造了多少海洋垃圾呢 海洋垃圾是海洋和海岸环境中具有持久性的废弃物 这些废弃物不会自行消失 只能依靠降解 但是降解条件非常苛刻 需要的时间也特别长 尤其是塑料类垃圾 哪怕是在海洋中漂浮数百年 都可能不会发生象解 人类正在毫无节制地向海洋丢弃垃圾 据统计 全球每年有超过1000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 这相当于每分钟就扔掉一垃圾车的塑料垃圾 这些垃圾有些沉入了海底 有些继续漂浮在海面上 随后垃圾在太平洋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海洋垃圾带 面积多达300万平方公里 比印度的国土面积还要大 在所有的垃圾中 塑料垃圾的占比是最大的 足足占了海洋垃圾的85% 根据海洋保护协会的估算 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总量估计有8亿吨 这些塑料垃圾需要40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被降解 现在海洋垃圾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海洋生态 尤其是海洋生物的健康 有的是像这头抹香精一样 务实不能消化的塑料 鱼网 然后这些塑料填满它们的胃 堵住它们的食道 最后因为无法消化而死 有些动物被鱼网缠绕 它们的身上出现了深深的勒痕 或者因为鱼网的束缚 身体被迫长成了畸形 而更多的是被鱼网限制了行动 不得不留在原地等死的小型海洋动物 动物们发出淒厉的叫声 但是又没有任何办法 这些种种的痛苦 都是因为我们人类不加限制地向海洋中 投放了各种各样的垃圾 海洋垃圾不仅会影响海洋生态环境 还会影响我们人类自己的健康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每天可能都在吃塑料垃圾 有科学家对来自各个国家的一些志愿者 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这些志愿者每个人的粪便中 都有一定含量的塑料威力 平均每克粪便中 就含有两个塑料威力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塑料是怎么进入人体的呢 其实这只是大自然的回礼罢了 人类向海洋排放了大量的塑料垃圾 塑料垃圾长期受到了自然因素的影响 逐渐分解为塑料威力 这些塑料威力很有可能被海洋动物误食 比如说贝类 它们平常吸入周边的海水为食 因为海水中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塑料威力 所以这些动物在吸入海水的时候 无意间可能也吸入了塑料威力 但是动物并不能吸收这些塑料威力 这些塑料威力只能积攒在体内 一旦生物被人类食用 塑料威力就会进入人体 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危害 研究人员发现 平均一个一倍就含有90个塑料威力 这意味着每周使用两份一倍的人 每年会吞下接近1万块微小的塑料威力 根据数据显示 平均每人每天会吃进肚子里 大约有5克左右的塑料威力 这些微塑料垃圾有多少呢 简单来说相当于每周会吃进肚子里一张信用卡 那些被我们扔掉的塑料垃圾 又被我们吃了回来 那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海洋呢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71% 对于人类和整个生态环境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列举了四个海洋的重要作用 第一是维持生物多样性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 拥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生物们互相依存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第二是提供食物来源 海洋为地球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来源 包括贝类 鱼类 还有藻类 这些食物不仅是人类的重要食物来源 还是其他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 第三是关于人类经济和能源 海洋中有丰富的矿物 这些资源对于人类的经济发展 和能源供应都非常重要 最后是组成整个自然环境 海洋不仅是水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是地球最大的碳储库 通过吸收二氧化碳 帮助稳定全球气候 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地球呢 马上就到世界海洋日了 每年的6月8号 被联合格确定为世界海洋日 世界海洋日的目的是 让人们关注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海洋 并且审视人类给海洋带来的问题 我们的海洋 我们的责任 对于个人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一点一滴开始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三二原则 它分别是reduce reuse和recycle 首先reduce 减少垃圾的丢弃和排放 保护自然环境 不要随手段丢垃圾 其次reuse尽量使用可以重复使用的材料 比如自己带水杯而不是瓶装水 使用帆布袋和其他能够重复使用的袋子 最后recycle 循环利用日常的物品 将塑料瓶做成可以再次使用的笔筒 或者将喝剩的饮料清洁茶购等 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支持 并且宣传海洋保护 让更多人了解到海洋保护的重要性 我想与在座的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的意义是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了解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从行动出发 为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 共享一点力量 环境与我们行为互相连接 当我们一起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且尝试做出改变 我们就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从自身行动做起 每个人都能成为有责任心的全球公民 谢谢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刻TalksAPP观看